麵線 板條 年糕 水餃皮等米麵 食製品 都是民眾經常購買的食品 消極會特別到傳統市場 隨機抽驗80件這類產品 結果共有11件不合格 其中一件麻糬被驗出含有去水醋酸 長期食用可能有致癌風險 去水醋酸 這三個裡面是毒液比較強 它會影響到肝臟的代謝 當然一般都講說 吃太多 時間太長 都會肝臟 腎臟病變之外 可能都會得癌症的 根據衛福部食藥署規定 水餃皮 麵線等米麵製品 不能添加防腐劑 本甲酸 即二吸酸 雖然年糕 蘿蔔糕 麻糬等 糕餅類製品允許添加 但用量需每公斤一公克以下 至於去水醋酸 則是一律不得添加 這11家裡面有一半是自己製作的 那當然自己製作的話 添加的一個成分的話 它應該很清楚它到底添加了什麼 所以相對來講 它的責任當然是比較重大 那有一些商家他說呢 它其實是外面批來的 不合格的散裝食品的業者 它的規模可能不大 都是一些可能是屬於攤販型的業者 但是它仍然是屬於 食安法規定裡面的食品業者 這次抽驗不合格率14% 明顯高於衛生主管機關 過往稽查6.5%的不合格率 消息會除了呼籲政府相關部門 再應加強積茶 另外消費者已經慎選攤販業者購買 以免吃下過多防腐劑 毀害自己的健康 凱破大代表數位新聞 尤祥廷採訪報導 駿場 明星度に討論 鈴еб 雲